台湾YouTuber蔡阿嘎批评日本餐饮连锁电影片引发风波 马上由日美举办紧急投票 票选日本人最喜欢的连锁餐厅 调查结果出炉 牛丼 美味 やっぱりうまい やすい 牛丼加上温泉蛋让人食指大动 虽然遭到蔡阿嘎影片批评 但吉野家稳稳拿下第二名 日本网友直呼 好吃的牛丼到处都有 但最棒的还是吉野家 牛丼老字号的王道美味深得喜爱 不过拿下第一名的是素食店王者麦当劳 麦当劳口味稳定度获得日本人肯定 大赞CP值很高 而且走到哪都吃得到 便利性无可取代 第三名是1970年登陆日本的肯德基 许多人表示肯德基口味是无法复制的 第四名则是晚归致面 至于第五名则是摩斯汉堡 融合稀释的大众化饮食口味多元 这张榜单也再度打脸批评影片 而蔡阿嘎自从道歉后 网络影片也暂时停更 妻子二博则PO出照片转移焦点 一段吃播影片被炎上陪上形象 恐怕也是当初始料未及 三零新闻 林涵报导